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竹字画法的第三讲 竹叶的基本组合和表现方法 这一节课我们讲梅花的画法 自古人们都爱梅 梅花被人们誉为四君子之首 是文人画家泼墨写意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因其所处寒冷环境 却扔在凛丽的寒风中 傲然绽放于枝头 冰激铁骨 先天下而春 最早的画梅者 是唐代的于熙 唐人画梅是勾勒着色 五代徐熙等人将这一画法推至妙境 到了宋时 更有崔白 米元璋等大家 皆可以画梅称诗 到了元代 文人水墨画梅更加风行 比如王勉 陈丽善 王英孙等等 在明代 以画梅著称者有 孙龙 任道孙 王谦 高齐佩 唐英等等 清以后如李方英 郑板桥 罗聘 赵世谦 皆明著一时 近现代 吴昌硕 齐白石 也各善盛名 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画梅精品 风格多样 技法精妙 梅的总类很多 江南多红梅 北方有黄梅和蜡梅 画梅的表现方法也不同 有圈梅 末梅 红梅 粉梅 白梅 褶梅 黄梅 绿梅 之分 下面我们就讲讲梅花的画法 画梅花从什么地方下手 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 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梅花的生长规律和形态结构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步就是梅花枝条的基本单位的组合和练习 通过这一部分的练习 我们要了解梅花的出枝方法和它的特点 要学会一笔到五笔六笔构成枝条的基本造型的方法和规律 梅枝的基本单位的组成主要是以女字和Y字为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可以做两个至三个或者是更多的单位组合 以形成梅枝的态势 初学画梅可选用硬毫肩毫这类弹性比较强的笔 这样有益于掌握 画梅枝时要以中锋为主 无论是上行下行左行右行哪个方向 齐笔都要藏锋 画枝条粗的一头要钉头错出 使其着根有力 收笔时要回锋 不可以轻轻的飘出去 露出须尖 行笔要稳健 着力要有气势 不能潦草从事 行笔按照梅枝的结构 做到有快有慢 有转折有变化 在枝条穿插时要尽量避免 平行对称十字或锦字字形造型 枝条穿插排列要有长短纵横变化的女字形 这样既符合梅枝生长的规律 也符合线条排列的形式美 梅枝有粗细曲直 可分为主支旁支和细支 主支干多曲折 旁支较细 一般在主支干弯曲处发旁支 主支干的弯曲不要一般长 要在弯曲的长短和伸展姿态上求变化 主支干较粗 旁支较细 旁支上再发小支 要比旁支更细一些 圈梅的画法是画梅的基本功 只有学好了圈梅的各种形态 才可以为点梅打好基础 梅花有正 侧 眼 阳 背 等朝向 有盛开的 初放的 寒蕊 的 花垒 还有开残的 梅花有单瓣和副瓣 两种花式 写一花一般画单瓣的比较多 梅花有五瓣 花瓣成圆形 开残的 可画四瓣 三瓣 或两瓣 花朵的表现方法常用的有三种 圈花法 点花法 还有圈点结合法 正面的花为五个近似于圆形的花瓣组成 大小基本相等 花瓣可一笔构成 也可以两笔画出一个花瓣 初学时画的要认真 规矩 每瓣都要交代清楚 不可以马虎潦草 花心的处理 不能一朵一朵的个别的进行 需要在一张画的花朵全部圈完之后 再统一的画花心 花心的用笔 要挺进粗实 剑似虎须 要长短相间 齐而不乱 切记弯曲无力 过于纤细 点蕊时最好用突风旧笔 中风垂直点下 这样会显得浑圆厚实 花心 踢须点蕊头 无论是勾勒法 还是墨谷法 接续又用浓墨 用其他的色彩 不及墨色强烈鲜明 富有神采 半侧的花 五个花瓣的形态要有区别 前面两瓣 成扁圆 后面的两到三个瓣 被前面的瓣所遮挡 所以说不能画全 花心必须随着透视的变化而变化 全侧的花 一般画三瓣即可 中间较大 两侧较小 露出一部分花须 蕊头 因透视角度不同 有些全侧花 可不用点虚蕊 花垒成圆形 比花多小 有的是紧包未开 画成圆圈即可 初开的两三个圆弧交叠即成 先画枝 后画垒 垒多生在枝梢 画垒 用浓墨点拖 显得精神 背面的花 生长在枝干的后边 只见花鳄 不见花心 和虚蕊 花托上部分 裂成片状 称为花鳄 共有五片 在花鱼汁的连接处 要以浓墨来点夺 通常是点一点 或者是五点 侧面多见 两三片鳄 用笔要随意 墨点要稍微浓重 不一太细太小 也不必拘泥于 严格的组织结构 力求总体的视觉舒服即可 画圈眉的顺序 一般是先勾瓣 后花心 然后再替花虚 点蕊头 最后再点替 但在创作时 顺序就不完全是这样了 因为在勾完 大面积的花头之后 要用点替来确定 花的位置和朝向 这样更容易保证 画面的变化 总之 所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都要根据画面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才能创作出 更好的作品 画梅枝一般用较深的墨色 以险其铁骨精神 初恋时 笔头海水量不一过多 在画较粗的枝条时 以侧峰入笔 渐转中峰 也可以用中峰起笔 渐转侧峰 主要是要根据 出支的方向变化 灵活运用 线条的用笔 要根据枝条的弯曲 来采用快慢 顿挫 转折 等不同手法 其枝条的形状上 不易画的过直 应该适度的弯曲 使其揉动带刚 行笔要有顺有逆 用笔有中峰侧峰之别 画小枝以中峰为主 画脚粗的枝 则中侧峰互相转换 应视而定 不可拘拟 花朵出正 侧 炎 仰 背 等朝向的不同以外 在入画时 分布的位置很重要 应该有疏密 聚散的变化 切记图案似的散点分布 一般在画三朵花时 两朵紧靠 一朵稍离 形成疏密有变枝 不等边三角形的排列 当画许多花时 最紧密的部分 是画面的主要位置 是一幅画的重心所在 花的总体布局 要和枝干的疏密协调 做到疏能跑马 密不透风 即画面重心部分 花朵要茂密纷繁 其他部分则稀疏透气 画面主要部分 以正面盛开的花为主 其他部分侧背雷等 可略多化些 枝稍尖端不开花 一根枝条中 下部可以画得茂密一些 而上部要画得稀疏一些 以雷和半开的花为主 弯曲如龙 挺拔四界 仰似盘工 垂如吊杆 这十六个字 形象而科学地概括了 没知曲直上下 等形态特征的 原魂坚挺的礼模要求 运笔的轨迹 只有通过墨色 才能体现出来 好像一个人 有骨有肉 有血 才有生命 初学时 画梅枝 容易臃肿 贪软 缺乏骨粒 或光洁流滑 结引起水分过多 形笔的快慢 掌握不好所致 画完枝干 点朵后 要以点胎 作为最后的充实和调整 使画面更加完善 点有大小 浓淡 以及墨色和色点之分 其作用 效果 各不相同 粗大的墨点 一般是点在 枝干的边缘 来表示 树皮的 胎选之类的附生物 也可以点在 枝干的败笔之处 以掩饰和弥补不足 细小的浓墨点 是点在花丛之中 和细小的枝条上 以表示 一部分花鳄 和细枝上的枝节 及附生物等等 这样 可以增加花丛的 整体气氛 和枝条的笔墨效果 淡墨点 一般是点在 花与花之间的 稀落之处 使花丛之间 相互连接在一起 更为紧凑 另一个方法 是用较大的笔 连点带洒 散布于画面的背景 空白之处 使梅花与白纸之间 有色调过度 这样 不仅增加画面的层次 也增加了画面的整体感 和总体的气氛 招逼点朵时 以中锋垂直点下 如高山坠时 散点时 则握笔略侧 水分要足一些 使散落的点子 有肾化效果 无论是点朵 洒落 都要疏密错落 大小相间 浓淡得宜 水分饱和 切记排列整齐 大小一样 左右对称 枯涩无味 下面我们讲一下 圈梅画法的步骤 首先是出枝 笔尖占浓墨 在盘中调和一下 用中锋 画出最前面的枝条 起笔时 用中锋 画至枝条的下端 转为侧锋 务必注意 在行笔的过程当中 枝条留白断开 以便填花 也可先用搅淡的墨 以侧锋 画出后边的粗枝干 再加前面的深枝条 要根据构图的需求 零后的运用 无论哪种方法 枝干的穿插 交错 疏密等关系 和断开留白的地方 和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用弹幕圈出花朵 注意 花朵的聚散 和正 侧 眼 阳 背的表现 花朵 花朵与枝干 需反复交替进行 画好主要枝干 决定画面的大局 画好一部分旁之后 开始画花 花画得差不多时 再在花中穿插枝烧 然后再补一些花 或再添一些细枝烧 这样交替的进行 足够的完善 再下一步 是点花地 处理花心 替花须 点蕊头 用角凸的笔 用中锋浓墨来画 花朵的正反背侧 往往通过点心 才能够表现出来 再下一步 是点胎 收拾整理 干 枝 花等基本完成以后 再回过头来 看看整体的效果 不足之处 再做补充调整 最后在适当的地方 提款 加印章 这样一幅梅花 就完成了 花圈梅 一般不着色 为脱出白花 可在花瓣的轮廓外围 缺染淡墨 也可以用淡褶石 或者是淡花青来缺染 缺染时水分要足 力求甚化效果 切记干涩 刻板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讲梅花的第二讲 点花法 谢谢收看 欢迎给大家订阅 留言 点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